目前全国完全接种的人口比例已经达到50%以上 加州盛华金骏正努力为儿童增加接种加强症以及疫苗的接种率 今年的网络会议专家就讨论了盛华金骏运用了不同的创新计划来接触到日益增长多元化的城乡外籍劳工 以及最近定居的难民低收入以及无家可归者来提高接种率 根据CDC的数据截至7月20日全国约有79%的人已经接种了第一剂新冠疫苗 67%的人被认为已经完全接种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所有州完全接种的人口比例均已达到50%以上 同时根据CDC的数据全国7天平均吸增病例数量在上周有2%的小幅下降 从7月18日的平均约12万7千例下降到7月25日的平均约12万4500例 郑华金骏在加州的58个骏里位列第31 正努力为提高儿童接种加强征集疫苗接种率而努力 但是要说实话 但是跟您说 当您的疫情感到 Thema疫情感到区质量 质量中关于我们的众秩者 因为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と支持 与从歷免 与由疫情感到区质量 不是只有这个不同的繁星 但他们也有不同的地媒体 但那些人有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不同学者 想法 也有不同的地方 圣华金郡目前正面临多元化社会的挑战 他们正努力深入到难民 城乡地区的外籍劳工 孤立的老年人及无家可归者等群体 来提高接种率 圣华金郡运用了不同的创新计划 来接触到日益增长的 多元化的城乡外籍劳工 及最近定居的难民 低收入及无家可归者 包括公共卫生官员及大流行开始时 就在前线工作的社区组织者 而你认为现在的老年人及人 50人及人及人及人 人及人及人及人 人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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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第四季度 所以他们的第二季度 所以我们要 我们要把这数据的数据 we've been trying to get that number up